好那其实我这边手版当中 也有好几个案件 我们很快的先来快速扫描一下 这个杀妻诈宝案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呢 这个1985到1996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被媒体形容为杀人魔王的陈瑞卿 那么事实上他的这个身上 是背负了六条人命 因为呢他是先这个杀害两任妻子 三名子女 后来呢又杀害了女友 那么其实呢是因为杀女友的这个案件呢 那么回过头来才追出说 原来他过去有杀害这么多的人 而且甚至连他的第三任妻子 都差一点遇害 还好后来是没事 但是呢一说起陈瑞卿这个人 真的还会吓到直发抖心有余悸 当时呢他要这个保险的金额 是达两千多万元 好再来看看这个蔡奇山 蔡奇山呢就是他的妻子呢 在这个台风天失踪了 当时是说要去这个三地门 吃东西啊 可是大家就觉得好奇怪 谁会在这种天气吃东西 然后呢他这个妻子失踪之后 结果后来呢又发生自己的 女友暴毙的这个事件 可是呢始终都查不到什么什么证据 那么蔡奇山呢被判的是无罪 而他的投保金额也是上千万 是达两千九百万元 而且还获得礼赔哦 有六百多万元 再来看看就是刚才呢 这个光行所提到的 就是01年的临宗志 这个人也是很恐怖哦 先是下药迷婚怀孕的妻子 然后呢将他这个烧死 而且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明 那么结果呢我们看到 他是被判决的无期徒刑 保险金额也是这么高哦 三千万元这么高的金额 还有呢看看就是这个搞鬼案 搞鬼案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吧 06年的时候是李双全 李泰安兄弟两人 那么当时那么在趁火车出轨 结果说制造这个注射这个毒物 对这个城市红称下手 结果呢李双全后来自杀 而李泰安判决 这是不断的减刑到13年 那么金额更是惊人 是达七千多万元 06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这个余光复啊 他的太太溺毙于池塘 结果呢竟然是先生 涉嫌谋财害命 因此先生后来被起诉 求刑15年啊 好这个奕红啊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搞鬼案 搞鬼案其实事实上呢 从一开始 当时呢 其实大家都把目光就直指 就是兄弟俩涉嫌是重大 可是问题是 他这个刑度一直减 减到后来变成是只有 这个13年 那到现在其实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保险金额 好像虽然你看他七千多万 可是他想拿也拿不到 对不对 对啊 你就是把他又为了拿保险金额 把他杀掉 当然人家不理赔嘛 是 所以这个这个 如果是他判决是认为不是他杀人是无罪的 他就可以领到这笔钱 保险金额是一五人就在这里 因为有的老婆你平时很恨他 但是平时准备杀他的时候 你要表现得对他很好 人家才不会起疑 最好是其实有的在国内弄是不对的 应该把他弄到国外去 让他去参加国外的旅游 在国外如果发生意外在国外市 台湾要到国外去查是比较难查 比如说大陆发生什么车祸 大陆有些乡间 什么地方发生车祸 那个人跑掉 抓人抓不到 死亡是事实 你要查出来的时候 你有什么 这个比较难 因为我在保险公司当过 受险的契约调查员 我很早 我很早还没考中国时报之前 就去国泰人寿 当那个契约调查 那保险公司不是说你随便保 就让你保险契约成立 你要去看保险契约被保险人 是不是之前 就是说被保险人 他名字是不是他签的 不是他签的 有的讨厌太太 帮太太保 又不给太太知道 用太太的印章在那边磕 这个就有道德危险在里面 什么叫道德危险 就是你因为 你可能因为想害他来领钱 这种情况 那我们接到外务人员去拉保险 保险契约拿来 我们要看保险契约 我们要打电话 或者亲自去问 你有一个保险 你晓不晓得 他说知道 那个保险契约才生效了 被保险人不知情的保险契约 先进给太太保 自己给他签名盖章了 不算的 要太太承认说 我是彭义让他帮我保险 才算的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讲这个案子好了 以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个保险是有问题的 你如果是给他保受险 附加的意外险 因为受险有除夕的性质 比较没问题 那个意外险是没有发生意外就没有了 比如说我坐飞机 坐飞机 飞机下来 保险就没有了 但是保费很便宜 很便宜 可以保险金很多 那这个人他平时根本没钱 健保卡都搅不起 为什么会帮他保好几家的意外险 两个月保了以后就发生意外 这个要是我的话 我会进行调查 进行调查 因为你这个有可能是谋裁害命 那问题在哪里 在你调查出来 到底有没有调查结果来 你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要有证据 没有证据 你现在无罪推定 因为这个是人命关天 你没有确实的证据 怎么可以推论 我推论你的保险就有问题的 所以你是杀人 你这个在法律来讲 有时候法官觉得 很可疑 你可能真的是把老婆杀死 炸领保险金 但是我也不能判你有罪 法院也判不下手 对不对 好那艳丽 其实这个刚刚提到 一宏以自己的亲身工作经验 他谈到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觉得可疑 这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被保险人 自己要知道 有这样的一份保单 但他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这里面大有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 所谓的财务状况 其实平常 你是怎么样的情形 可是到现在回过头来 居然会说 没钱 这个还债 没有钱交借保费 可是呢 居然也会 花了这个上万块钱 去保这么多的险 因为他跟四家保 对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保险公司 他们一定有一套 所谓的SOP 去查 说哪个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没有错 事实上 大家不要把保险公司 想得太笨 因为保险公司 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不会啊 我们都觉得保险公司很激 还是要以获利 当作为一个前提 但事实上呢 保险公司 他们自己确实是 有一套这样子的所谓的SOP的标准作业的流程 他如果发现说 你有以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就表示说 你可能真的是在策划一些社会的案件 比如说 这个投保人呢 或者是被保险人 他负债累累 特别是就是要帮别人保险的这个人 你负债累累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案子里头 他欠卡费啊 欠车贷啊 那他其实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 连健保费都交不出来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 第二个迹象就是 你现在像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投吧 也就是说 你不是只向一家公司买产品 而是同时购买好几个产品 那就像刚刚这个一红大哥有提到的 坦白说 这个意外显示 我们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 他算是所有这个保险理财产品里 算是投资率蛮高的一个产品 甚至呢 我们私底下就是有很多所谓的 这样子一个保险黄牛 他就会鼓吹你啊 鼓吹一些这个社会的民众就说 你就假装去受伤嘛 那受伤之前你就赶快去投资意外些 那如果你受伤之后呢 我想办法去帮你夸大病情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跟你对分啊 那有些这个比较没有良心的保险黄牛 他会抽到五成 那一般的行情价大概是二到三成 保险黄牛在哪里啊 我们都不太知道 医院都看得到各大医院 那因为很多这个 健保弊案的时候有查到 对 而且特别是很多这个中疗棉呢 或者是书比较 读得比较不多的一些 老公老妈妈 他们这个遭遇到一些生病 或者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要申请理赔很麻烦 这个时候呢 医院就会有一群保险黄牛出现 常常在那个等药的地方 那个大厅的地方 在那里兜售的那种人 对 也不是兜售 他就会先假装关心你 这位小姐 你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你有没有投保啊 如果你有投保的话 你就不用那么担心 那他就会跟你进一步 做这个拉雷啊 那想办法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一起进行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欺骗的动作 不过还是要借这个节目 来提醒大家 不要一起参加 因为那个会最嫌到 所谓的未照文书准 好 那第三个迹象就是说 投保之后没有多久 几乎就出事了 其实很多的社会案件都是这样 就是不管是你的诊鞭人 或者是说你的亲戚朋友 他帮你投保之后 你可能二到三个月 就发生了一个社会的案件 那这样的迹象也蛮明显 第四个情况就是 投保金额很高 那刚刚 以我们刚刚第一个案例来说的话 当然可能有些观众朋友 觉得六百万不多 可是大家想一想 他缴的保费没多少钱 而且他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所以六百万对他来说很好 那我们刚刚又提到这个高鬼案 金额是高达七千多万 所以对这个经济状况 比较吃紧的这个民众来说 他们觉得确实是 可以想动歪脑筋 去获取这样的一笔钱 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说 比如说以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人模 陈瑞卿来说 我特别去调了一下 他当初确实是 诈领两千多万 可是他这两千多万 不是都有领到 因为我刚刚提到 其实这些受险公司 他们都非常精明 像他光是跟国泰人寿 他就投保的金额 是高达一千九百万 就他到最后 他只领到四百多万 因为保险公司真的很精明 因为他们有一个 类似所谓的 信用卡联赠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这个保险公司 彼此都会打听说 这个人他财务状况 不好为什么又跟A家 这个投保又跟B家 跟C家又跟D家 又跟E家 通保了这么多 对那就表示说 这个人他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就算真的出事 保险公司他基于一个 所谓的公司的名声 他还是会多多少少 去付给你这样的 一个保险金额 但是坦白说 金额都不是很高 好 会问啊 那我们补充讲一下 就是刚刚讲到 这个陈瑞卿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一些观众朋友 其实也许不太记得了 那这个人 其实真的是很恐怖 一个人背负六条人民 可是你看他 杀害女友的部分 是判决死刑 没有错 可是其他呢 六条人民 其实只有二十年的徒刑 那会不会又在减刑 或者是假释 其实还是会有 备受质疑 因为陈瑞卿他是 不同的时间 杀掉他的什么 养子啊 太太 女朋友什么 他杀了好几 六条人民 所以虽然说 他有的部分 是被判有期徒刑 所以将来执行的话 因为他有被判死刑的部分 他被判两个死刑 所以他还是要枪毙 减刑是减不到他的 我们对那种死刑 因为户期徒刑 是减不到的 主持人 我简单讲这个就好 就是说 大家会有一个误会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里面有测谎 测谎 他一开始有过 后来又没过 所以为什么测谎 跟笔记还有声纹 最近笔记也很流行 什么新生高的变迁 这一堆蛋头就说 你们赶快去验笔记 所以我为什么后面 都打问号 还有包括这个声纹 声纹最近也很流行 也很流行 什么陈志宗的 什么朝气录音带 或是之前 吴敦义的所谓的 绯闻 录音带 大家都觉得说 测谎 笔记跟声纹 很像可以比出个所以然 不是 上面这个比较有可能 就是DNA 包括毛髮指甲 血液跟提纹 这个指纹 这个比较能够 这些生物激症 比较容易在法律上 有所谓的证据力 可是测谎 笔记跟声纹 这个只能参考 只能参考 所以这个很多嫌犯看到说 原来可以参考 你光是用测谎 或者是其他那些激症 你要在法律上咬它 很难 像笔记 大家去笔记那个彩券案 就是那个林锐图 那时候跟陈水扁 这个彩券案 丹水扁的签名 那笔记到底是还是不是 调查局验的老半天 验不出来说 因为陈水扁签过的名字很多 他那边比老半天 到底是不是 他说很像 可是他不能跟他讲说就是 他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在犯罪上面的话 它是有落差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而传而以为说 去做的测谎笔记 或是声纹 就一定会有真相 不一定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会 新台湾星光大道 好 好